妈 我先走了啊 妈 我先走了啊 等我一下 一起走 不自律的人生多可怕 你不用太着急 我有车 你有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在一起工作的新婚夫妇 难道不该甜甜蜜蜜地一起上班吗 有必要演那么拳套吗 看什么 要是演全套的话 咱俩应该再生个宝宝 疯了吧你 孩子 结了婚 不该有个自己的孩子吗 拜托 要别停 千万别停 别停 别停 她这个人真是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怎么个脸色不对劲 是不是没套好啊 行了 班主任不是说了吗 做你进步最大了 一次两次考不好算什么呀 你上次说那个姐姐现在怎么样呢 你怎么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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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次说她离开了你们家 住到了学校 是因为你爸爸妈妈对她不好吗 也不是 那会儿我刚生出来 爸爸妈妈当然对我的关心多一点 对她的关心就少一点 听说她跟我爸大吵了一架 就搬着出去 其实我长大以后 也挺喜欢那个姐姐的 也劝过她搬回来 可是她说 她不愿意介入一个完整的家 真不理解她怎么能想活 我能理解 我知道为什么了 是不是你妈妈要嫁人了 那个叔叔说 她还要跟你妈妈再生一个孩子 不要你了 不是这样子的 她和那男的只是名义上的 你妈妈是不是说 她跟那个男的只是名义上的结婚 其实一切都不会改变 我爸爸当初也是这么哄我姐姐的 怎么说了就走 最近好吗 你看过她吗 好吗 初夏 你妈 您今天看起来挺高兴的 不只是今天 这一个礼拜 我这是做梦都会笑出来的 你这么说 瑶瑶的状况还不错 是啊 好多医生轮番来看过 个个都说好 你怎么有空来啊 你不是刚结婚吗 这事连您都知道了 这新闻的传着面真挺广的 我这回来是想跟您说一下叶教授的事 叶教授啊 可真是个好大夫 专家出手就是不一样 对了 那你说 你的婚礼我跟瑶瑶她爸应该去 可是你也知道 瑶瑶手术她就安排在那一天 我们俩实在是走不开 你不会怪我们吧 等等 瑶瑶的手术已经做完了吗 对啊 你不知道 谁做的 叶教授啊 瑶瑶妈 你确定是在我结婚那一天吗 这还有错吗 一大早进手术室之前 你老公沈先生还特意来过电话呢 她说你们结婚的喜气 肯定会给瑶瑶带来好意 这下还这样就说着了 瑶瑶 如果你能提前给我来个电话 如果早知道 叶教授已经被她找出来了 那天我就不会 沈先生说你们俩是夫妻 跟她说跟你说 不都一样吗 还是 你说这事我应该不哭还笑呢 初夏 以前我的态度 希望你能够体谅 我们家就瑶瑶这么一个孩子 她一天不好起来 我就当妈的 就像把心放在油锅上煎了一天 可偏偏撞了瑶瑶的何小姐又过世了 我满心的怒气 我找不到目标 就全都发现在你身上了 其实我心里责怪的是我自己 是我这个没有照顾好女儿的妈 你别这么说 确实是我的错 我知道 其实你心里 并不比我们好受 可是为了让我们能痛快一点 还是承受着这些指责和咒骂 初夏 我心里很清楚 半年前那场车祸 真的不是你的错 这么说 您 愿意原谅我了吗 嗯 谢谢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咱们互相原谅好吗 等下要插了纱布 我让她来见见你 真的吗 嗯 亲爱的 你看我今天穿这身怎么样 没问题 没问题 牌子上到了台面 可是你都没有看 我穿上它的效果 不重要 今天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任务 实货 这种场合 牌子比款式重要 宝贝 把车钥匙递我一下 干吗呢 干吗呢 走两步不行啊 那钥匙扣也是牌子化 何止啊 这是汉地大师的回归系列 从服装到配饰全是限量版 别说中国了 在美国都买不着 你知道为了这钥匙扣 我拖了多少人了 这 就是个钥匙扣 菲菲 我不要求你像我生活圈子里边那些女人 那么见多识广 可是咱们孤了寡闻 也被理直气壮好吧 因为这个钥匙扣 我跟一位老总是相谈甚欢 最后人家成为我们律所的重要客户 你说这能是一个普通的钥匙扣吗 那我陪你还不成吗 算了 能说出这种话来 证明你也不了解她的价值 差不多了 走吧 菲菲 你怎么还穿这双鞋啊 这 这怎么了吗 这是今年的最新款啊 上次咱们聚会的时候 你穿的就是这双鞋 你非要让人家以为 我的女人就只有这么一双鞋是吧 你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 像你说的这种一线品牌的鞋 我还真只有这一双 既然我廉价的脚 踏不上你们名流的红毯 姐还不去了呢 菲菲 别任性了好吗 这个点你让我上哪儿找女伴去 你让我上哪儿找女伴去 给我送一盒酸辣粉 对 多加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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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